穆国星对穆老说道 爷爷 我不太懂茶 在宝和县的时候 当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 整天忙得屁点屁点的 也没有时间去品茶 渴了的时候就是白开水 一杯咕嘟咕嘟喝下去了事 在修建农田水利的时候 混杂着泥沙的黄河水 我也曾喝过 回来的飞机上 我还想向您讨教一下茶道呢 结果一直没有时间 聆听您的教诲 你说得不错呀 我们国家的茶 为什么称之为茶道呢 这里面包含着老子的思想 茶道的基本精神就是 连俭欲得 美真连乐 何成处事 敬爱为人啊 他的核心 就是一个核子 你在宝和县任之期间 做了一些对老百姓有益的好事 在勤政为民的为民方面呢 也就是你说的 你说的关心 做的还是可圈可点 但是一个县委书记主政一方 光靠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啊 我对你的情况 我对你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 你知道吗 你除了福星书记这个称呼之外 还有一个称呼 那就是 强势书记 你的政绩虽然显赫 但是也单纯于经济方面 在围观之道上 你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你现在即将去一个新的工作岗位 那里的人已经为你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作为一个市长 在围观之道上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你的工作思路和心态呢 穆老把话说到这儿 穆国星已经明白了 爷爷这是在含蓄的批评自己 在围观之道上出现的错误 穆国星利用在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 也反思了自己在宝和县的所作所为 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 此时一听爷爷说到这儿 也就顺着爷爷的这个话题轻声说道 爷爷 宝和县这两年的工作 是非对错 我在这半年的学习期间 也曾深刻地反省自己 原来我只是本着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良心 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总感觉 尚无愧于党和领导的托付 下无愧于人民的期望 做得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 在对待同事的关系上有霸道之嫌疑 常委会上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 对待下属而言 则没有做到用人不移 处处都防备着他们 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嗯 你说得对啊 穆老听得连连点头 这说明穆国兴对他自己的评价还是客观的 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即便他想隐瞒点什么 在穆老这种有着高度政治智慧和敏锐洞察力的人面前 你就是想瞒也隐瞒不了啊 穆国兴的话显然是说到了穆老的心里 穆老略以沉吟继续说 为勤政而不免有锐意进取之意 强势一点 无可厚非 这也不算是太大的过错 但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 就必须要知人善认 并且能够善于调和各种各样的矛盾 充分的发挥你属下的人的作用 让他们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 各自做好他们本质的工作 这才是主要的呀 不行啊 诸葛亮兵败五丈远 你以为他是败在对手的手里吗 其实不然 他是败在了他自己的手里 一个领兵的统帅 连每天士兵们挖多少造坑 这种小事都要去过问 留着他手下那些大将副将 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说 诸葛一生为谨慎 我却说他诸葛一生为疑心的 不能使用好自己的手下 不能真正做到用人不移 这才是诸葛亮兵败的真正原因 所以这古人的教训 诚以为解 你老神仙爷爷 也曾教过你既是治国的道理 你并没有真正的领会这些道理的真谛 而只是把魏民放在了守卫 这样是不行的 穆老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在书房里一边踱步 一边说道 古人曾讲过 治大国 如同烹小仙 这个意思想必你也明白 把他放在一个主政一方的官员身上 也不为过 那就是要平衡各个方面的矛盾 要善于解决和化解这些矛盾 要实时的处处的谨慎行事 不能瞎折腾 祖孙二人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后 穆国兴告诉了爷爷 回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家里 穆从军和张兰芝早就等在家里 为了给即将去宁北上任的儿子送行 两个人推辞了诸多的应酬 穆童也早早和嫂子回来 帮着妈妈忙这忙那忙个不停 穆从军一脸不舍的样子 国兴啊 今天爷爷和你的谈话 你可一定要记住了 到了宁北一定要好好干 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 每目中两家 和我们争光啊 干了这杯酒 就算是我和你妈妈 给你送行了 穆国兴赶到了爸爸的一片 爱子之情 离别的时候 穆从军又对穆国兴说 你这次去宁北市担任 省城金山市的市长一致 你爷爷也没有限制你往家里打电话的意思 有时间要经常打电话回来 在动用家族的力量时 要谨慎 凡事三思而后行 不可莽撞行事 不过 也不要太过于小心 毕竟你身后还站着我们家 和钟家 吴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 穆国兴又和钟灵一起到钟老家里告别 在钟老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 钟老说 国兴啊 大胆做你想做的事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切了 常打电话回来 啊 说完 向穆国兴挥了挥手 回到了书房 离京的前两天 穆国兴带着吴音 向他的恩师吴道之告别 来到吴老先生的家里的时候 恰巧碰到吴老的一个学生 啊 就是当初和穆国兴在经年所张所长办公室里 有过一次常谈的社科院经济部的李凡教授 那个李凡教授一看到是穆国兴来到 也马上认出了他 吴音也认识这个常来拜访自己爷爷的李凡 就走上前去 礼貌的问了声 李叔叔好 吴音这声李叔叔啊 倒把想和穆国兴称兄道弟的李凡 给搞得有点尴尬 思量了半天 才握住穆国兴的手说 呃 国兴同志 你好啊 两年不见 你可是成熟多了 哎 怎么这次回来也没有回所里去看一看呢 穆国兴听到李凡这么说感到有些不解 就看了看吴老 吴老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国兴啊 你还不知道吧 你走了几个月之后 李凡就被调去经研所担任副所长了 这两年没少在我面前念叨你 说有时间一定要和你再好好探讨一下经济方面的有关理论啊 哈哈哈哈 李凡教授是经济学界的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国兴我才是一个出处茅庐的后学晚位 探讨确实不敢当啊 穆国兴微笑地握着李凡教授的手说道 哪里哪里 你是恩师的关门弟子 你还不知道吧 国兴 自从你研究生毕业之后 吴老就没有再带过一个学生 他曾经说过 像你这样的学生 在他这一生当中也不会再出现了 吴老已经把他一生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李凡教授说完这番话后 考虑穆国兴来到这里肯定是有事要和吴老说 就礼貌地告辞出去了 临走的时候还拉着穆国兴的手说 让他抽时间呢 一定去经研所 看看那些过去的老同事老部下 吴老等李凡教授走了之后 才对穆国兴说 国兴啊 准备什么时候去宁北啊 老师 我准备后天就走 临走之前 来看看您和师母 向你们道一声别 哦 你这次回去机会还是有的呀 宁北省的人事方面 中央已经进行了调整 原省委书记唐启华 已经调到财政部任部长 夏洪进的现在是宁北省委书记了 他最近几次都在研究金山市的问题时拍了桌子 对京城几大政治世家插手金山市的人事安排极为不满 看来 金山市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动手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吴道之看了看穆国兴 见他正静静的等着自己讲话就又说 有些话你爷爷未必对你说得很清楚 但是你是我的学生 和你讲一讲倒是无妨啊 金山市的原市长田正和 自从去年被你和钟灵他们搞下台之后 吴老见到穆国兴刚想辩解 紧忙说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这件事啊 也只有我和你爷爷还有钟老知道 这里面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 表面上是中纪委把他查处了 其实是你们几个小鬼做的手脚 哼 你也不用看无音 这个事也不是阴影告诉我的 你以为你们那些小把戏 我们这些老家伙看不出来啊 穆国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 这个事也是由于那个田正和 田正和的那个儿子田阳 闹得太不像话了 我们才出手的 嗯 我不是责怪你们 我是说今后在对待这样的事情上 一定要注意一下上面的一些政治斗争 那个田正和在宁北代表的是京城欧阳家的利益 这一次被你们搞倒后 欧阳家也可能或多或少的闻出点味道 原来他们想利用唐启华上吊这个机会 使田正和能够接任金山市市委书记进入宁北省的常委 在和老罗家的宁北省那个齐副书记连起手来 增强他们在省委的话语权 可你们这么一搞 他们的目的就落空了 你说他能高兴得起来吗 吴老说到这儿 穆国兴看到他有点高兴的样子 心想自己这误打误撞 还挣碎了这些老家伙的心不是吗 明明自己办了一件随了他们心愿的事情 咱们这些老家伙却总是要敲打一下自己 难道他们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高明吗 穆国兴想到这儿又听吴老继续说道 夏洪进这个人 还是一个比较政治的人 他是靠着自己的政绩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和京城这些政治世家也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关系 但是不近又不远 这次对于你的任命 他却表示了有向我们这方面靠拢的意思 几次向中央建议由你来担任金山市的市长 他是想利用你在经济方面的能力来推动金山市经济的发展 更是想利用你深厚的背景 和京城几大政治家族进行抗衡 收拾金山市这个烂摊子呀 我来说 小年 preserved 我们去的地区 我去你看 我去的地区 我来看 我去的地区 在那里 我去的地区 我去的地区 感谢观看